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您只要跟着我的方法来做 在家里面你就可以轻松临失败的做出这一道招牌菜 我们先准备一口干净的锅 然后把我们的海鲜汤底慢慢的倒进去 然后我们把这锅汤加热 那我们大家看到这一锅橘红色的汤 它是用龙虾白虾还有砂工一起熬煮了三小时出来的 所以它是非常天然的橘红色 而且有满满的甲壳素 好那我们首先放下去的是嘉义的新鲜的炒菇 它可以增加这整锅汤的香气跟它的口感 澳洲的南尾虾也叫帝皇虾 我们都知道虾是不能用汤来煮的 但是澳洲的帝皇虾它是可以浸得起汤来滚的 接下来就是青江菜的菜梗跟芹菜粒 然后我们就把北海道的干贝也放下去 那北海道的干贝它是属于生食的等级 那我们不用煮太熟 紧接着就是澎湖的丝瓜 那最后呢就是北海道的雪肠蟹 那我们香港人就认为虾呢是比较燥热的 螃蟹呢它是比较寒凉的 那这两个在一起呢它就有一个互补中和的作用 我们把炸米放下去先 那我们把汤咬到碗里来 那这样就可以享用我们这一碗美味的西式泡饭 我们把汤咬到碗里来